主席各位同仁 外交部杨部长以及人事总处 旁人事长以及主席总处 陆副主席长 请部长 黄伟 你早你好 部长你好 其实我们是觉得 对于最有两个思维在思考 一方面对于外交部放派 住外的这个我们的外交官 能够提供一个比较好的 这个环境 工作环境 让他们无后顾之忧 所以其实他们的一个子女 包括他们的兴奉 包括他们的 我们都事实上当时都有考量了 那只是对于这个所谓的 这个房设的补助费 房租的补助费 这个部分到底要怎么样 才会让我们的住外的工作人员 他们会觉得比较OK一点 我觉得其实这个很难讲 所以说你说要提高 到底要提高多少 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我们是不是要定说 随物价外国住在国当地的物价波动 跟这个 那这样问题就蛮复杂的 那另外一个情形说 那我们就干脆在 我们就有一个 做一个职务宿舍 让他们 可是您刚刚也提到说 因为家眷的大小 家庭的大小 他每个人的需求不一样 那面对这样两难的情形 我们必须这样说 就是说其他各部会 也有一些派驻 这个外国的人 但是 当然是以外交部为比较多 可是这个事情应该怎么做 会做到 就是说政府不要变成 第一个制度被破坏掉 第二个 这个财政 不是拖垮 就是财政会增加一些负担 但是 另外方便忽然能让我们住在的同仁 能够不需要 为了这个 一个 房租的津贴 让人家觉得说 好像整个事情 第一个薪水都被吃掉 第二个 这个 这个 这个好像 这个 又不能够住在一个安全的地方 你觉得呢 应该 这样做 应该怎么做 只是单纯 刚好几位 很多委员都提到 单纯就 再增加一些钱 就是这样子 能解决吗 现在目前比较急迫的问题 就是 过去有相当长一段时间 并没有这个 全面检讨 有关房租补助会 这个问题 这是事实 只是曾经 在过去的两年里面 检讨过两个管处 那个是 急速恶化的情形之下 像 这个 八牛 八牛 我们的同伦 有一个同伦 住的地方实在是 非常非常恶劣 那么我们也承门 这个人事行政总处 那需要在人事行政局 人行局 以及主机处 又以考虑 那两个急迫性的 我们做了调整 但是其他几个地方 有些层次上的不同 那治安的恶化 是其中一个因素 第二个就是 长时间来美元的贬值 当地的这个物价的上升 尤其是房租的上升 都是促成我们住外同仁 有很多很多地方 要自己补贴 自己从薪水的这个 收入来补贴 所住的房租 再不然的话呢 就必须被迫 从原来住的地方 往外头 外围去搬迁 对 你刚刚这个部分提过 这讲了很多了 我就不再重复 这造成说是 所居的地方 治安的问题 安全的问题 比原先处的地方 是要差了 所以才会有这种考量 来做一些调整 当然我们也考量到 整个政府财政 在这几年里面 确实也不是很好 所以我们也没有说是 一定要全面的 做整体的调整 可是在整个思考过程之中 我们也会进行 这站在一个思考逻辑 驻外的外交人员 除了馆长之外 是 馆长他当然 这个有一个 譬如说 他的官邸 或是他的 职务宿舍 职务宿舍 有这样的需求 譬如说宴请外宾 或是这 有这样的需求 其他的 住外的人员 在一定程度水准以上 你就可以 我觉得其实 这个房租 补助费好了 有必须要 就是说有一个意义 他的设置的意义是说 我提供给你一个 完整的一个 说应该全额补助吗 还是说 某种程度而言 我们驻外的同仁 就应该相当程度的 为自己的这个 十一住行 负起一定的责任 就如同 我们在国内 我的意思是说 我们也不想打击 住外人的士气 但是这个住外轮派 一方面是政府的 这个政策 外交部的政策 一方面也是个人职业 生涯规划的考量 那所以说 这个我们一定要 就是说 以这个房租补助费的性质来讲 等于说是 全额补助 比较好还是怎么样 因为 还是算是津贴了一种 因为事实上 已经现在已经是造成 是部分补助的情形 因为很多情形 都是自己要补贴 而且补贴的金额 多少都不一 现在造成就是 很多地方要补贴 这个到一个月300多块钱的 到三四百块钱的 最高补贴的26% 有些补贴到21% 我贴这个百分之十八 补贴百分之十二 百分之十六的 很多地方都是 百分之十三十二 这是自己另外要补贴的部分 像我在坎培拉 坎培拉服务人那一段期间 2000年到2005年 同人住的地区 本来是不必补贴 不必补贴 而且规定的金额 还稍微低一点就可以住到 这个比较像样的地方 所谓像样就是 其他国家外交官所住的区域 而且也可以作为 跟其他国家的外交官人员 或是外交部的人员 交往交涉 不是交涉 就是硬往来互动 互动 可是没几年 整个物价上涨 房租高涨 所以这被人要补贴 要不然你就往外搬 一直往外搬 搬到比较偏远的地方去 这就造成现在目前 需要加以检讨的地方原因 而且过去 因为美金的美元的贬值 也是一个因素 我知道了 这个部分 我们大家了解了 只是总是觉得说 这部分变成一个 所谓善门难开 善门难币的问题 就是说 你一旦开启这样子 变成 什么东西都要 所有的都涨价了 而且这个部分 我觉得其实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 一定说一定行或不行 只是希望你们 外交部组集市 希望能够在这个 我们会很慎重 在中间取得一个平衡 我们会很慎重 另外问题就比较严肃 而且立场比较坚定的问题 您觉得 这段时间以来 这个南海的一个纷争 各国包括越南 包括这个菲律宾 菲律宾当然因为 跟黄岩岛的问题 跟中国大陆有一些紧张 而且蛮紧张 甚至他们国内都有一些 这个排华的一个示威 台湾如何能够不受影响 第一 这个我们的基本立场 一定要坚定 这些都是我们的固有 你知道在美 即便像在民主国家 民主化程度比较高的国家 像在美国 在2001年发生 这个军机插撞的事情 在美国国内 就有一些对于 中国的一个不满 逼着那些在当地的 这个台侨 他们必须表达 我们不是 我们是PRC的 我们是台湾的 那在菲律宾 只会更严重 这个情形只会更严重 不会更和缓 为什么 因为一个是民族性 一个是这个互动的问题 那您觉得呢 您觉得我们应该怎么做 或者外交部会对国人 包括旅游 或是说当地的侨民 会怎么联系 我们经常密切 能够减少一些冲击啊 对 经常密切注意 整个情势的发展 第一 尤其是这个 你刚刚提到的 因为黄岩岛造成的 这个中国大陆 跟菲律宾之间 他们人民之间的 这种示威抗议 乃至于这个游行 这些 会不会波及到 我们在当地的台商 你觉得呢 现在有吗 并没有 而且我们也透过 我们驻菲律宾代表处 发出警讯 请我们的侨胞台商 因为他们自己会分辨 哪些是台湾 哪些是中国大陆的 会吗 菲律宾人不会吧 当然一般老百姓 不一定那么明确的 可以分得出来 但是自己 我们自己本身 要避开 可能发生 这个事情的地区 这个警讯 我们已经发出去 而且让我们的侨胞 侨团通过他们的组织 告诉我们在那边的台商 侨胞 一定要注意这些事情 不要去 这个接近 那个区域 到目前为止 都这种做法都还好 都证明有效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我们会继续 这个关注整个 南海情势的发展 你刚刚你提到了 菲律宾 这分两个城市 一个是侨民安全 对 国人的旅游安全 另一个部分是政府的立场 对 讲到政府立场 包括不仅是菲律宾 是 越南也是 越南 一点 事实上 以太平岛在海巡署 他们在太平岛的这个回报 是 事实上 过去 在太平岛或南海一些 我们的 我们的 最大岛是 中华民国 是 就是说来骚扰最多的 是中国的渔船 或他们的这个 可能还不到军舰 至少他们的渔政船 或怎样 是 但是 最近最多的 反而是越南 是 那您觉得说 外交部有什么可以做 又是 这变成说 我们很多台商的利益 在那些国家 可是面对主权 的时候 我们是不容我们退缩的 对 也不能退让 对 所以我们事实上 在发生事情以后 立即通过我们 驻越南代表处 向越南的政府 提出严正的交涉 并且抗议 当然越南也做一些解释 尤其是有关我们指责 他在3月22号 可能有他们的船只 这个发射 这个所谓空包弹 他表示 并没有 他查了并没有 并没有这个事情 希望我们也要了解 当然我们也告诉他 那个地方 是大家都有争议的 可是 我们要各自争议 不要整个情势 这任何一方的这个作为 影响到当地的安全 所以你觉得目前为止 还没有冲击到台湾跟越南 或台湾跟菲律宾的关系 到目前为止 并没有 但是我们 我刚刚提到过 随时在注意整个情势的发展 而且我们对于双方的关系 一定会很谨慎的 来加以处理 就是说我们要顾虑到 我们的主权 可是我们也要告诉对方 一定要有所节制 不要整个情势 让当地的这个安全 安定和平受到影响 我们也主张双方 彼此之间 各方 不止双方 要共同来各自争议 平等互惠 共同开发 这是我们基本立场 OK 好 谢谢部长 谢谢 谢谢